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月季杂交授粉的过程 像现在的话真是月季的花期 真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候 来给月季进行杂交 像在杂交之前的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亲本的选择 就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白桃妖精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亲本 首先它的花量非常的大 而且开花非常整齐 而且它的颜值也非常高 花很好看 它是从白色到粉色渐变 还会有一点点香味 然后再搭配上它巨大的花量 虽然说我面前的这个数量很少 但是它能够呈现出能够花开一片 呈现花团紧促的感觉 所以说非常好 而且作为一个亲本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的结实性 它的结实性也非常好 大家可以随着镜头看到 它整个花絮都能够做杂交 然后到时候到时候到时候 它整个花絮上都会结果 它的结实性非常好 对于一种来说非常的有效力 可惜的是目前大家还没有见识过 它的后代什么样 因为虽然说它之前有这么多的优点 但是它的后代有一个很尴尬的可能就是颜值不够浮重 它的后代最出色的表现也就是和它自己差不多 所以说就一直没有选择它的后代来与大家见面 所以说这又涉及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乐器杂交的时候它的父母本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不一定 还不一定有它的亲本们漂亮 所以说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选择的杂交组合不对 我们没有选择选择到一个非常好的副本来与它进行杂交 所以说感兴趣的花友们也可以多多尝试 然后像我个人的话我就比较推荐它 它是一个对于那些想尝试的花友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尝试的一个品种 好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的事情 就是做很多很多的杂交 然后总结它的经验 然后总结它的遗传的规律 然后尽可能的为大家挑选出更漂亮 抗性更好 花量更大 更出色的品种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初衷 好了接下来差不多 亲本选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介绍 具体的杂交授粉的过程 大家具体的杂交的过程的话 主角就不是我了 是我们那些开的小姐姐们 因为天狼的话它总会嫌弃我们拿的 有点笨手笨脚的 它就怕我们会直接破坏到这个花 对它不好 所以说都不会让我们来做 再见 我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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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tn